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石油消耗越来越多 开发新能源解决汽车燃料问题的趋势愈演愈烈 电能就是其中叙事待发的一种 汽车巨头大众公司当然不可能放任这个市场溜走 不久前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 马蒂亚斯米勒说 大众公司将会在2022年以后 每个月都会出一款新的电动汽车 而大众ID款车将会是这个电动汽车系的第一款车子 会在2020年正式投入市场 让消费者体验 大众汽车公司在发布上宣称他们的公司 会将9个生产基地改为电动车的制造场地 在2022年将有16个制造地 以便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 为了满足严格的排放限量度 大众公司也有意图转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公司 并且旗下现有300多款车型 技术成熟后 每一款车都会对应的电动版本 因为大众之前承认他们在柴油上安装排放作弊软件后 企业形象相比也不如之前 这次安排大头放到电动汽车这一块也是为了掩盖之前的丑闻 但是大众汽车并没有放弃研究内燃机 他们想用更安全成熟的技术来改变消费者对他们的不良印象 期待大众公司的电动汽车能够脱颖而出